女孩回到家就脱衣服 却不知男孩正在偷看 随着衣服衣渐渐扔到地上 黑子恨不得穿过墙壁 可墙上的洞实在太小了 精彩的画面压根看不到 于是他急得跑到女孩门口 满足地听着里面的洗澡声 这时突然发现眼镜妹正盯着他 原来他是来给哥哥送食物的 眼镜妹离开后 黑子窘迫地跑下楼 看到门把上挂着的晚餐 黑子大口地吃了起来 然而一抬头 公事正直直看着他 公事并没有拆穿塔 得知他是自己的邻居后 还邀请他去自己家吃饭 黑子听此激动极了 尽管女神并不认识自己 但黑子却一直都在观察公事 黑子具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他不止一次地想要自杀 这天因为没考上大学 于是他准备了一根绳子 谁知绳子不给力 导致黑子非但没死成 反而把墙上弄出个洞 黑子顺着洞往对面看去 意外发现了住在对面的公事 就那么一眼 黑子爱上了这个女孩 开始夜以继日地观察他 女孩刷牙 他也跟着刷牙 女孩睡觉 他也跟着睡觉 女孩换上新的睡衣 他能兴奋地喝上三大瓶矿泉水 黑子的生活从此充满希望 如今女神就坐在自己面前 黑子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公事客气地说了句 有空长来 黑子就每天去他家蹭饭 公事的善良让他无地自容 第二天他就把洞堵住了 可半夜时他又忍不住查看 却看到公事身穿雨衣 带着一个陌生男人回家 就在黑子吃醋的时候 公事抓住男人的手腕 随后一个帅气地转身 力索地解决了他 随后露出甜美的笑容 这一幕看着黑子目瞪口呆 他觉得一定是自己眼花了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原来是公事邀请他吃宵夜 黑子忐忑地把人带进房间 看着公事单纯的样子 黑子更加坚信 刚刚那一切是幻觉 可当他再次望向那个洞时 里面传出了女人的声音 随后他打开房门 果然看到了一个黑衣女人 黑子开始心神不宁 因为公事明明说过 自己是他唯一的朋友 可转念又一想 像公事这样漂亮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会没有朋友 男人悄悄观看美女换衣服 却意外发现对方正在杀人 黑子没忍住间叫出声 美女的笑容瞬间凝固 黑子尖叫一声冲出房间 公事则阴冷地盯着他 随后两人开始你追我赶 就这样一路跑到了天台 就在女孩想要动手时 黑子突然跪了下来 请求他快点动手 公事瞬间对他产生了兴趣 问他现在这个瞬间 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 就在黑子不敢置信的时候 公事弯腰轻了 他一口 这一刻在黑子眼中 公事全身散发着金光 黑子向他坦白了强动的秘密 公事惊叹过后并不生气 说这样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了 自从和公事交往后 黑子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他甚至克服恐惧出门打工 可看着手中的美工刀 他总能想起公事手起刀落的样子 可看着公事甜美的笑容 他又觉得一切都能接受了 两人还一起去了校园 原来公事是知名学校的研究生 黑子见此有些自卑 可公事面对追求者 大方地说黑子是自己的男朋友 追求者非常不甘心 不明白这么个大美女 怎么就看上了不起眼的黑子 公事是真拿他当自己人 他杀人时从不避着黑子 不管是大街上 公园里 还是楼梯里 哪怕对方正在直播 公事也直接手起刀落 但他会贴心地找好角度 防止血见到黑子身上 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黑子也好奇地问过他 为什么要挑选这些人 但公事说 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黑子有时候会很担心 他一连看了半个月的报纸 上面也没有公事的报道 那些被杀死的人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虽然公事手段残忍 可黑子还是越陷越深 而公事却看着他修长白皙的脖子 克制地咽了咽口水 晚上黑子下班回家 看到公事在洞口流盐 让他晚上十点待在房间里 黑子还以为公事要来找他 还特意洗了得澡 可没想到公事再次带人回家 黑子认出那人是楼下邻居 想起邻居是个爱猫人士 喂养了整个小区的流浪猫 就大喊着让公事住手 可公事却让他别说话 随后手起刀落 当场送走了楼下邻居 这时 黑子透过墙洞 看到一群黑衣人来到房间 开始清理家中的痕迹 黑子赶紧来到公事家中 但黑衣人却并不惊讶 带头的灵姐还对他冷嘲热讽 说不知道公事看上了他哪一点 黑子却一直追问他 公事到底为什么要杀邻居 灵姐也没多说 直接将他带到了邻居家里 原来邻居是个十足的变态 他打着爱猫人士的幌子 偷偷把流浪猫带回家虐杀 因此 才会被公事盯上 灵姐灵走时让他注意点 说公事从来不亲近任何人 黑子就这样大病异常 他劝公事不要再做这些事 但公事并不同意 两人开始陷入冷战 女朋友是个杀手怎么办 黑子抱住公事 请求他及时收手 可公事却将筷子抵在他脖子上 这天眼睛妹找到黑子说 自己的哥哥不见了 让他帮忙寻找一下 随后还茶味十足的说 哥哥辛苦帮我这个忙 姐姐知道了不会生气吧 不像我 只会心疼哥哥 谁知这一切都被公事看在眼里 第二天他就把眼睛妹邀请回家 听着眼睛妹的茶言 茶语的挑拨 公事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穿上了战袍 他不顾黑子的阻拦 当场解决了眼睛妹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后 脸上没有笑容 两人因此再次陷入冷战 这天黑子来到天台 发现公事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 他瞬间有了危机感 可黑子却误会了公事 原来那个男人是黄蜂帮的 因为公事不久前杀了社团的人 现场却被处理得非常干净 黄蜂帮的老大对他格外赏识 想邀请他加入帮会 可公事却拒绝了 他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可黄蜂帮的人却丧心病狂 直接把黑子绑了回去 让他劝说公事加入他们 可黑子却不愿意公事再卷进来 这话激怒了帮会老大 于是他的脸上被划了一刀 公事一看气坏了 当时就要为他报仇 可黑子却拦住了他 他不希望公事因此出事 公事哪里是听劝的人 看着他不服输的表情 黑子就知道他要搞事情 于是他提前一步来到黄蜂帮 想要劝他们不要再打扰公事 但黄蜂帮的人却把他胖揍一顿 就在他们准备下死守时 一个催泪弹滚了进来 众人瞬间泪流满面 一个接一个倒在地上 这时公事身披战袍走了进来 看着奄奄一息的黑子 他捡起地上的美工刀 眼神也瞬间变得冰猛 反手就解决了一个偷袭的小弟 随后就像是战神附体 行云流水地解决了围过来的几人 没过多长时间 黄蜂帮就全军覆没 气氛瞬间暧昧起来 黑子刚想行动 一把美工刀就贯穿了他 黑子似乎早有预料 他说只要公事开心就好 故事的最后 公事提着行李箱向林姐告别 他要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在这里小编多说一句 谈恋爱也要遵纪手法 千万不要学习他俩